圣经三分钟后疫情时代的焦虑 防疫 我们这次讲防疫 所以无论从防止感染的方法 还是属灵防治的方法 你会发现都有惊人的相似的地方 你知道最好的防疫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洗手 如果你可以每天进门去到哪个地方 吃东西之前或者上床睡觉之前 你都洗手 你每天如果洗手超过20次 每一次洗手你超过20秒 我告诉你 你实在是不太容易得到这个新冠疫情 你实在是不会得到这个病菌 为什么呢 这个就像我们鼠林洗手一样的 因为病菌被你洗掉了 鼠林的洗手是什么 就是你如果可以不断地做认罪悔改的祷告 你不断地时时刻刻警醒你自己 你在这个世界上行走 沾染沉污的时候 你马上就来到上帝面前来悔改 你来祷告 我告诉你 你可能不会有太大的鼠林的危机 第二 戴口罩 戴口罩 因为我们说话 没办法我要讲话 我必须要讲这个录像 我必须要脱口罩 但是我们现场的诸位 你们都戴着口罩 除了一位我们的师傅没有戴之外 没关系 我跟你开玩笑 你们都要吸入气体的 你要吸入气体的话 其实这个病毒是透过空气可以进来的 你用口罩就把这种病菌抗拒在外面 其实什么 这就是一种防御的能力 你要知道很多时候 我们人跟人相处 我们的思想在影响别人 是透过我们的语言 当我们说话的时候 我们不造就人的话 我们污秽的言语 我们那些淫秽的词句 都可能从我的嘴巴里面发出来 你是否有一个鼠林的口罩 把你防御住 能够帮助到你 这是可以过滤到很多病菌的方法 第三样 第三样 就是保持距离 保持距离 就是说我们与病毒 我们与病菌 我们与病源 我们与产染体 我们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 如果我们基督徒 如果我们在每天的生活 日常的行为当中 我们如果跟罪恶的东西 接近太多 太平凡 太近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可能不能不染上疫情 创世纪四章第七节这样说到 罪就伏在门前 他必恋慕你 你却要制服他 你却要制服他 所以罪实在离你是很近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为什么我们今天已经 疫情好像已经告一段路了 又回来了 是因为这个病菌 他就伏在门前 他随时就在伏击你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就像我们一样 我们如果能够接近神多一点 如果常常洗手 常常清洁自己 就像圣经诗篇所说的 谁能登耶和华的山 谁能站在他的圣所 就是守洁清刑 不虚妄 启示不怀诡诈的人 所以来到主的面前 常常洗手 常常悔改 常常祷告 你必能越来越保护自己 不被病原所沾染 Amen